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头条新闻 美国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 18号结束一连两天的议席会议 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 另一方面 美国导弹防御局局长 旭林中将18号出席参议院 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 鉴于朝鲜和伊朗的导弹威风 威胁不断加大 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正增加实际测试 同时增强网络安全能力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 晚上播出的凤凰美中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特勤局17日 在两轮检查分析下 在一封寄给总统奥巴马的信件中 发现剧毒物质 情化物 据悉 这封寒毒信件 3月16日寄到华盛顿地区 负责检查白宫信件的机构 在第一轮的生物检验中呈阴性 但是在第二轮检验中 却发现其含有剧毒 情化物 特勤局表示 他们将会继续调查 据报道 美国总统和其他一些领导人 都曾收到这样的恶意信件 2013年6月 一名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青年 就在信中表示要杀死奥巴马 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而没能定罪 但是在2014年1月 一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男子 因为寄送恶意信件 被判处了25年有期徒刑 另一方面 加州进入第四个港汉年 州水资源控制委员会 17日作出决定 继续执行去年7月制定的 限制用水政策 并增加了更多干汉应急条例 在新政策下 加州居民不能每天任意 浇灌自家草坪 冲洗车道或使用喷泉警官 一周只能浇草地两次 餐厅也不再像以往 主动为顾客提供免费水 除非各顾要求 酒店也将减少为客人 更换毛巾和床单 水资源控制委员会表示 各地水务局自行执行新政策 他们可以对那些违反法规者 开出最高500美元的罚单 从今年7月开始 水资源控制委员会 将追踪监控地方水务局 如何执行政策 另一方面 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员 亚伦·肃克周二宣布辞职 他的辞职将从3月31日起起跳 肃克近期因试图使用公款 将办公室装修成著名电视剧 唐顿庄园的模样 引发不小争议 作为共和党中的后起之秀 年仅33岁的肃克 曾一度被予以后望 他打破了共和党 陈旧老套的形象 以青春活力成为社交网络上的政治明星 但在进入国会之后 有关速克生活挥霍 滥用公款 收取贿赂的消息 不断从华盛顿DC传出 目前国会纪律事务办公室 正在对速克及其团队进行调查 另一方面 白宫安保近来漏洞白出 特工处处长克兰西 17日在国会接受议员责问时称 拟异地新建一座复制版白宫 供特工们强化安保训练 克兰西介绍 特工处目前在距白宫 20英里远的马里兰州 贝尔茨维尔拥有一处训练场 训练场拥有一处 未按等比例建造的简路版白宫 仅以自行车为路障 模拟白宫的侧栏 训练场里也没有喷泉 草地等白宫设施 所以特工无法在训练过程中 了解白宫实际结构 如果国会批准在现有基础上 进一个实体复制版白宫 特工处会取得更有效的完整训练效果 据悉 异地新建白宫的预算为800万美元 已被列入特工处2016年财年预算草案 好了 续续一下广告之后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警察官17日表示 美国一名退役空军 企图投效和支援武装组织伊斯兰国 但尚未抵达叙利亚就遭土耳其拦截 这名退役军人本周遭大陪审团起诉 美国司法部表示 47岁的皮尤来自新泽西州 预计今天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出庭 法庭指派的律师说皮尤不会认罪 检察官指控皮尤1986至1990年 曾担任美国空军航空仪表系统专家 他一月企图进游埃及赶赴土耳其 然后越境进入叙利亚 写诉书也提到皮尤2001年左右 曾担任美国航空机械员 若遭定罪 皮尤最高相面临35年徒刑 另一方面 美国野生动物管理人员17日表示 至少有2000只血验 在向阿拉斯加州北海岸迁徙途中 与爱德河州坠亡 家情活乱被怀疑是他们的死亡原因 据爱荷华州的渔猎局发言人 洛欣斯基说 数十名该局员工及志愿者 目前在该州野生动物管理区域 减食并焚烧坠亡的血验尸体 洛欣斯基表示 生物学家正在等待 该州野生动物实验室的化验结果 以证实这些血验是否死于 高度传染性疾病 他还说 目前人类感染此病的风险很小 更多直接的威胁 是针对周围的野生动物 另一方面 美国房产经纪人协会 最新的研究发现 目前美国租房比例正在增加 特别是年轻人更倾向租房居住 研究显示 在过去五年里 租房比例增加了15% 而租房者的收入只增加了11% 2009年以来 租房比例最高的城市排名是 纽约 西雅图 加州 圣河西 丹佛 以及圣路易斯等大都市 经济学家表示 大都市中的年轻人 由于在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所以大多数租房居住 经济学家建议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和就业率增加 新建房数量需要增加 否则对于那些刚步入职场的人来说 会面临房产支付能力问题 好了 一起来看江南大法门的新闻 安省教育厅长善杜斯日前宣布 将指派一个包括前多伦多市长 巴巴拉霍尔在内的7人顾问小组 帮助多伦多公立教育局 恢复正常运作 挽回公众行星 新成立的顾问小组 希望在今年3月和5月期间 举行公庭会 了解民众希望政府 对于教育局做出的规管和运营调整 善杜斯表示 安省政府希望从民众那里 听取改革教育局的建议 这关系到安省学生的教育和长久发展 据悉 安省政府彼此前曾聘请了 退休教育工作者 对公立教育局的当下预言情况 另一方面 加拿大中部城市 温尼泊图书馆 日前确定丁丁历险记中 呈现的北美原住民形象 涉及种族歧视 决定全面撤下图书馆里的相关书籍 报道指出 图书馆2007年 接获民众抱怨丁丁历险记里面的 北美原住民刻板并具种族歧视 图书馆在经过审慎评诡不平估后 决定下架第三集 丁丁在美洲的漫画集 丁丁历险记是由比利时漫画家 瑞米以笔名阿尔吉 在1929年开始连载的漫画 第三集丁丁在美洲 讲述的是丁丁到北美的探险历程 并与北美原住民接触的故事 书中他以红番称呼这些捕获他 并试图剥他头皮的北美原住民 好了 以下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收看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依依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